经济部与大动作召开了记者会 宣布20款拿到了GMP标章的 实用油 号称100%纯油的这个油品呢 目前通通通通过了检验 没有验出有免分 而现在也正在对109项调和油抽查 最快下周会有结果 接下来除了油品之外 还要对这个果汁酱油进行抽查 这是经济部呢 要努力补破网 挽回大家对GMP标章的信心 那这20项产品的检验结果 今天出来了 这20项产品都没有掺杂其他的油类 经济部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次长杜子军亲自公布7家GMP油商 调查20项油品结果 挂波警全数通过 包括像得意一天葵花油 统一大豆沙拉油 台糖芥花油 大豆沙拉油 泰山芥花油 蔬菜油等20项都为100%全油 并且没有验出免子分 我们会尽快的在三个月内 我们用超过3000种的产品 来做检验 但是我们检验会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会先针对风险比较高的 作为第一优先 经济部表示检验品项是直接到工厂进行查核 目前GMP认证油品共有129项 其中验了20项还有109项调和油 将持续抽查 最快下周就会公布检验结果 接下来会对3629种GMP商品进行抽查 以食用油与果汁酱油为优先抽查对象 除了到工厂实地检查 也会到市场购买样本 最快三个月内就会公布结果 货架上随便拿一瓶油 上面都会有政府核发的GMP标章 但这GMP标章真的让民众信任吗 有经过GMP还是一样 没有保障 还是有问题啊 食品安全GMP平时挂波警 不过现在民众却心肝肝 政府大动作查核 能否挽回信心 让外界都相当关注 中天审吴嘉文 曾经勋 陈以珊 邱子玲 台北采访不到